前康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李庄律师 目前在博客中发表他的助手马小军的文章 马小军披露重庆当局制造李庄事件的背后黑幕 江北分局李副局长在2011年2月亲口说 李庄案涉及到政治问题 文章详述了警方软禁和恐吓马小军 要求他不出席李庄案庭审和作证的细节 李庄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新披露的内幕将对他的申诉有所帮助 李庄在重庆打黑案中 替被指为黑老大的商人公刚膜辩护 后被公刚膜举报伪造证据妨害作证 2009年12月10号 重庆市公安局对李庄立案侦查 公刚膜究竟有无受到刑讯逼供 是李庄案最核心的问题 马小军文章中披露 当年他和李庄一起会见公刚膜 亲耳听到他描述自己遭到刑讯逼供的经历 公刚膜说他被吊起来八天八夜 脚尖可以踩到电脑桌上 但脚跟够不着 吊得他大小便失禁 那些粪便顺着裤腿往下流 马小军在文章中披露 他在2009年12月13号被重庆警方抓捕 当晚关押在北京朝阳区看守所 隔天被押送飞往重庆 下飞机后警方像对待恐怖分子一样 把他戴上黑头套 在江北看守所 他连续90多小时没有睡觉 神志不清 加上警方的高压威胁等 他被迫在警方事先编好的笔录上签了字 警方并逼迫他给全国绿协写一份致歉信 承认他没有对李庄的所谓违法伪计行为予以置之 李庄案一审开庭前的一天 警方再次提讯马小军 在警方的反复威逼下 马小军在法官面前完成一份笔录 内容写道 没有受胁迫 不愿意出庭作证 该笔录内容属实 李庄在接受新唐人采访时表示 马小军披露的黑幕令人震惊 他最近将前往重庆为自己的冤案申诉 他认为马小军披露的幕后真相 对申诉有所帮助 这毕竟是一个申诉的新证据 因为按照法律规定 你申诉应该有新的东西出来 足以推翻原来的认命的事实和依据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新证据 李庄表示 他很快还要在博客上发表新内容 把相关的很多的黑幕一点一点的揭开 虽然打黑干将王立军 在投奔美国领事馆之后 被中央带走下落不明 但是唱红打黑的总指挥薄熙来 仍然稳坐重庆市委书记 当初制造李庄冤案的权力之首 依然笼罩着重庆 李庄的申诉会成功吗 李庄表示 阻力之大是不言而喻的 但是他的决心不会改变 马晓军和妻子韩慧娟 2月7号起诉重庆警方 指控对方在调查李庄案过程中 涉嫌非法限制他们的人身自由 据报道 重庆江北区法院已收到相关诉讼材料和委托手续 但还没有就是否立案表态 大陆法律学者谭敏涛撰文指出 随着李庄和马晓军相继发力 披露李庄案黑幕并起诉重庆警方 李庄案的办案人员们面对此刑此警肯定心急 因为他们的刑期不远了 当王立军出逃美国领事馆的新闻 传到他们耳边时 他们是否也在构思自己的出逃计划